世界定定 在世界上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咖啡豆 它只身在南蘇拉威西的一座山上 它叫做豆拉甲 這一杯就是豆拉甲咖啡 它在舌尖之間會有沙沙的感覺 這種甘甜 它不會讓你覺得喝了以後很膩 加了糖以後覺得特別的順 但是加了糖反而會讓這個咖啡豆的味道更突顯出來 果然是世界有名的豆拉甲咖啡 在西江到豆拉甲上面 我們有八個小時的路程 我們在中途這邊休息一下 喝杯咖啡看一下風景 經歷一場舟車勞頓之苦 我們來到這個海拔約兩千八百多公尺 同樣名為豆拉甲的高山城市 此以我初次的到訪 乍看之下 這個城市比起蘇拉威西其他城市 並沒有什麼不同 若是硬要畫出個分別來 那大概只有那外表 貌似海船的船型地標了 然而這個地標究竟是什麼意義呢 看來只能等待當地地培來告訴我們答案 你知道騎摩托車上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嗎 還好我是坐車 我坐了好久的車 這邊太陽很大 你看我眼睛根本睜不開 我的鼻子都已經脫皮了 在豆拉甲當地呢 有很多的方言 不是印尼話可以溝通的 所以我們會找一個當地的翻譯 他跟我約在一個 有船頭跑出來的餐廳 我想大概就是那一棟吧 應該就是那一位 阿卡巴克拉 阿卡巴巴 阿卡巴巴 巴拉巴拉 阿卡巴巴巴巴 阿卡巴巴巴 哈囉 我的名字是Rani Rani 我的名字是Nathan Nathan 所以你去哪裡要帶我去 我會帶你去Tragland 他說他要帶我去一個 多大甲非常有名的地方 我看到Tragland 從此以我踏入這個小城鎮 走到哪都能見到 船型的建築物及船型地標 甚至在現代化的建築上 許多現代的樓房牆上 硬是給他加個船手 獨特的船屋設計 讓人深深感受到Tragland 想維持歷史 保留傳統的心 是不被現代化的過程給衝散的 而待會究竟要去什麼地方呢 謝謝 Sonda 你這裡嗎 這裡在Londa Londa 對 這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Cave Grave Cave Grave 他說這個地方叫做Londa 然後我們等一下去看 一個叫什麼Cave Grave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們要買票 Let's go 都來到這裡了 導遊卻依然不願意多談什麼 直說一定要到現場感受 親身體驗才行 而且保證值回票價 這裡面究竟有什麼東西 又能看到什麼咧 What you want to show me Yes I want to show you Off there There's a cave grave It's too high Around 70m from there Cave Grave Yes It's just a mountain Yes This is a mountain But there's a natural cave grave inside So How do we go there? We can go on a foot Off there So we won't go up? Oh 原來他不是要帶我上去看 他說下面那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東西了 走吧 Let's go 蘇拉威西文化 竟然和中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在懸崖峭壁上建木 和中國南方福建 江西省一帶的水道玄關很相似 不過他們到底是怎麼把這麼重的棺木弄上去呢 在中國依然是個千古之謎 但在朵拉甲 聰明的他們 會想盡辦法用任何東西架高 再請壯丁們一起合力將棺木 抬到木屑裡面擺放 只是我很好奇 最上面的木屑 少說也有二三十樓層高 他們真的扛上去嗎? 不怕有危險嗎? 而木屑裡 又會是什麼樣的情景呢? 導遊說 上層的木屑咱們肯定上不去 但下層的石木洞 則已開放給觀光客 木屑探險 有很多船 這是木屑 木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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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棺材 這些東西這麼小欸 太小了 怎麼可以放在身體裡 我們可以放在身體裡 哇哇哇哇哇哇哇 這邊還在滴水 據說朵拉加人堅信 為了使靈魂到天上 所以墳墓一定要落在高處 棺木越高代表越有錢 因此木屑最上層 通常是屬於家族長老 或是有錢人家 最下層 則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因為沒錢 所以只好將親人棺木 暫時安放在底下 等存夠了錢 再往上擺放 不過常常一等就是十年二十年 許多棺木早就已經破爛不堪 掉出來 無人任理的骨骸 是好隨處擺放 棺木 骷髏 人骨 海人的景象已經夠嚇人了 沒想到 在洞口高處 出現了一群更可怕的怪東西 有看到嗎 超多木 所以那是木屑嗎 對 那是木屑 所以那是真實人 對 這是男人或女人 他就是代表說他是一個人 就是一尊木偶 代表一個人 所以他往生了以後就會刻一尊木偶這樣 哇做得好像喔 這些跟真人相似度百分之百的人心木偶 成為打烏打烏 在哆拉甲 親人試試後 家屬會拿生前的照片 請專家 刻一尊和親人長相貌似的打烏打烏 放在墓穴旁守護死者 而為什麼要放人形木偶 在墓穴旁呢 他們也說不清楚 只是知道祖先一代傳一代的傳統習俗 據說只要看墓穴外擺放幾尊打烏打烏 大概就能知道墓裡葬了多少人 從這個洞外看來 洞內應該有不少的棺木啊 我離棺材好近啊 哇 你看看 這墳墓靠得好近喔 有沒有看到 這真的是木頭耶 這是人類的木頭嗎 是 是 它真的是人類的木頭 然後這邊都是棺材 所以 身體在裡面嗎 對 身體在裡面 所以肉和血 對 喔 為什麼老闆在外面 你不擁抱嗎 沒有 它有一個墓穴 但它是破壞 因為它太老了 喔這些木頭會擺在外面是因為它們的棺材都已經壞掉了 因為它們太久遠了 喔齁齁 有沒有看到 這個也是 木頭耶 它黑掉了 它已經完全黑掉了有沒有看到 這一顆 洞內堆滿了許多破爛不堪的棺木 有些木頭腐壞 骨骸散落在每個角落 地上 棺木上 頭頂上 到處都是 這麼多的頭骨和人骨 大家走路都會特別小心翼翼 生怕不小心冒犯了他們 那就糟了 導遊說除了這裡 裡面還有更多 因為現在仍然不斷有新的棺木送進來 Oh my god 沒想到我們來的地方 是一個正在使用中的木 而他們竟然開放給全球觀光客觀光 還收門票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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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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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這個地方 他們 可能是祷告啊 或者說祭祀他們的地方 所以 所以 我應該要做什麼 所以 你可以拿一個 一瓶子 也可以 你可以拿一瓶子嗎 對 OK 你可以放在那裡 直接放在那裡 對 不要放在那裡 不需要 只放在那裡 所以 他叫我這樣放在那邊 但是 我看那些菸感覺都是抽完的 是 他們說 他們會去抽他 如果我們不在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抽 他們真的會來抽嗎 會不會有機會 有可能是流浪和煤煙抽 跑進來偷抽 而造成的假象呢 這些我們都不得而知 只是覺得 越聽心裡越覺得毛毛的 加上洞裡的陰森潮濕 陰風陣陣的詭異氣氛 讓人覺得毛骨悚然 導遊要我們整理一下心情 因為接下來要去的地方 保證嚇破你的答案 看這棵大樹 什麼 這是小孩的植物 這是小孩的植物 這是小孩的植物嗎 對 看到這棵大樹 此以我除了牙口無言 它是牙口無言 因為仔細定神一看 高壯粗大的樹幹上 被挖出一個又一個 外表類似窗破的樹洞 而這樹上的樹洞裡頭 都埋著一句句的陰屍 天啊 這樣的明清風俗 到底是什麼原因啊 他們 不覺得恐怖嗎 這棵樹裡面有 一百多個嬰兒在裡面 其他人跟著牙口 從牙齒的牙齒 最古老的牙齒 已經閉上了 看上去 喔 很多洞都已經合起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不到 就是那麼多的洞 就是像那個地方 然後還有上面那個地方 然後還有上面那個地方 啊 這棵樹沒有使用 現在這個 這個樹 他們現在已經不拔音了 放在裡面了 所以為什麼 因為這棵樹只有 人們 或古代的藝人 他們相信 那些小孩 在牙齒的牙齒 在牙齒裡 不在牙齒裡 在牙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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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能 沒有問題 你聽到聲音嗎 嗯 有時候我們可以聽到 像個小孩在牙齒 在牙齒裡 在牙齒裡 你聽到嗎 你聽到嗎 然後我就 雞皮疙瘩都跑出來了 有別於山壁上的玄關習俗 樹櫻這種埋葬方式 已經慢慢的在消失 由於外來宗教的傳入 觀念的改變 當地人 已經不再把櫻屍 放在樹幹裡 而這些早期遺留下來的 樹櫻大樹 就變成了觀光景點 供人們觀賞 在牙齒裡